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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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個拿戲 大概是在50年代開始 那個時候剛一直募集他 走天涯 大部分有的人是從南部到北部來 剛開始是最深信是在北頭 在北頭 當時的時候 包括在北頭創造很多歌星 包括方玉田 駕匯他們是從北頭出生出來的 然後我個人的興趣 我個人的興趣是從小時候 有那個小小的一台收音機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唱歌 很喜歡聽歌 然後有一次募集他 我們隔族隔壁隔壁的鄰居有一支募集他 我就開始抓音和弦亂打 就亂唱 開始唱 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當然那個時候是一個興趣 就一個興趣 就很喜歡唱歌 然後真正的話就是我去當兵 當我在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做那個康樂組長 我們那個輔導長 只要有那個 什麼要唱歌 什麼康樂活動的時候 就叫拜托唱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喜歡唱歌 然後就開始 就學一學 學一學 那吉他就開始學了 學學 在軍中也有多一的時間 就開始學彈吉他 那個時候就開始要彈那個 慢慢轉向木吉他 轉向一個電吉他 我們的政府 就剛開始是從我們這個 台北市文化局 開始就考這個街頭一人 所以在我大概六七年前 我就開始考這個街頭一人 我就開始做了 那街頭一人開始做的時候 雖然不是很好 又要抽籤、排隊、排班 然後現在要做點也不是很多 有的點比較好的 甚至沒有幾個點 有的點就不是很好 這樣 他現在街頭一人又很多 要排班 有一個月像我們現在在大道場做 台北市的那個大道場馬頭那邊做 一個月有時候做了五場 有時候一個月六場、七場、八場 大概是這樣 然後其他的時間 比如說我們就要到其他 我們桃園 桃園這邊的說西北市 有時候到那去做 但是大部分的點 有時候的點都不是很好 有時候 一天做個大概一千左右 勉強啊 可以問個問個問吃啊這樣 但是我和他玩一玩 做一做 因為我們現在年齡的時候 現在我四十七年齒 現在大概是七歲、八歲 他說明白 現在我們是把他當做一種是娛樂 開心、娛樂 把這個文化、這個傳承 把它傳承下去 我會想像看 一樣、一個人來的 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